其实对我来说香港一直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繁华的国际性的一个大都市 2003年来过一次香港 然后那会儿呢觉得香港已经很繁华了 但是这次过来之后差不多也十多年没有来过了 再来香港之后你会发现发展的跟比原来要更好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能感受到这20年来的一个变化 对是这样 然后我们在终点也看到了就是一位97年7月1日出生的一位 回归宝宝 对回归宝宝 一黄他也20岁了 说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 然后97年我想想 就7年我还其实在自己的省市 对我是98年去到国家队了 然后开始参与到一些国际比赛中 然后就是也会有一种交流了 所以那会儿就叫中国香港 那会儿就大家队员之间都会有一些互动沟通 能够希望多来到香港能够去看看郭姐 对因为我们就真的像姐妹一样 因为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们俩一起参加过两届奥运会都是搭档嘛 所以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 其实这样的感情真的是很难去说清楚吧 所以我希望能多来香港看看他 那我我就祝香港未来更美好了 对 也祝香港的体育视野能够越来越好 蒸蒸日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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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